8月27日中非合作论坛中非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圆桌对话在北京举行会上 多方代表围绕中非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系统路径加强中非合作等主题进行了对话交流 ki与这种高协论坛中非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准分量产生的角度 也认为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猫 我可以说布陶瓦娜是一个高级的核心系统 而且它吸引了很多游戏 回到气候的改变 我们被灵状影响了 我们失去了很多野菜 你能名字的 而且它影响了我们的游戏 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并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合作 自2020年中非环境合作中心成立以来 中方协同非洲国家以及多方国际发展合作伙伴 持续加强相关公共知识产品开发与成果共享 非洲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直观的地区之一 加强非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对缓解非洲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与非洲合作开展野生动物保护行动 支持非洲实施多个项目 并同南非肯尼亚等国签署了有关野生动物保护合作协议 我们不断加强国际合作 在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们提到非洲那么是全球第二大的热带雨林 同时它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富级的地区 中国实际上与在非洲的十一个国家签署了林业合作的备忘录 实际上形成了以中非间林业合作备忘录为政策基础 以我们像NGO还有行业协会 以及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机构为技术支撑 那么以我们促进企业可持续经营为核心目标的 整体的一个多方位的协调机制 会后国际与会嘉宾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非洲与中国的合作十分重要 双方的合作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对中国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专业 以保护環境 像西方管理 核心核心 和核心核心 然后从加坡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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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还有很多资源 专业的专业 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随着专业 我们随着专业 我们随着专业 因为没有专业 没有人存在 中国有很多 在专业的专业 专业 他们是执行的 我们的图断专专业 在 Sierra Leone 是专业专业专业专专业 他们加上推荐专专专业 елей选炐专专业 30 Willie blowing 卑菇专专专业 这个北枚太计专专专业 好了 so if China and Africa can protect their environment,can manage their climate change, it will help reduce the glob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